經濟的這個發展 不過雖然講起來是一種比例 不過實際上中國對這個馬來西亞 還是相當有情感的 當時我記得我跟這個李鵬聲聲講 說你們買這個煤氣好像向澳洲先買 後來你們跟印尼還沒有跟我們買 那個時候是2003年還沒有買 李鵬會員長就說澳洲是特殊的情況 他說印尼比你們經濟比較窮一點 他說先跟印尼買 他說接下來一定跟我們買 所以後來也正式 有 現在已經在這個拿去訪問中國 那個時候在2年前 那個時候已經這個 這些商務已經實現了 所以這個現在馬來西亞 可以說是在東南亞裡面 是中國最大的這個貿易國了 對… 出口上面 對 其實馬來西亞美元出口 很多的電子電器產品去中國 然後第二大就是中油了 對 所以這個現在中油可以說是中國是世界上 買 購買最多我們中油的國家 對 比印度還要多 其實中國來講它的市場 它是非常大的 因為中國可以說在世界上 在進口方面排第三了 對 它美元進口大約1兆美元的這個產品 好像已經第二了嗎 現在是嗎 還是第三 應該是第二了 已經超越這個德國了 如果是整貿易來講 對 因為上市在2007年的時候 德國只是稍微比這個中國多一點 多差不多1、2百億這樣 現在應該就超過了 對 所以這個東南亞國家 一般上出口給中國的 一般上是比較多 他們買中國的東西比較少 所以一般上中國是從美國賺了錢 然後來填補這個東南亞一帶的國家 因為這個馬來西亞是第一個東南國家 跟中國建交 中國對於馬來西亞也是特別信任的 因為馬來西亞在這個國策上 這個沒有特別牽涉於任何一個集團 對中國不利的 比較重力的 所以這個中國對馬來西亞 就採取這個立場 他仍然有非常的尋尊 尤其是在馬來西亞時期 這個馬來西亞在國際上 對中國的那些 對一些西方國家 對中國不利的一些講話 馬來西亞都仗欲這個質言 所以中國政府跟中國人民 是對馬來西亞特別的尋尊 是 他可以不認識其他人 不一定認識這個馬來西亞 不過他認識馬來西亞比馬來西亞還要多一點 對 其實是在六四世界的時候 馬來西亞可以說第一個支持中國的國家 對 所以那個時候 Ravida是第一個外國的部長出現在北京 是 所以中國就是很講感情的一種民主 我們也是華人 我們也是了解 一直到今天 跟這個兩個國家的關係就特別好 所以也是一種所謂那種 這麼長久來的那種 前年中樹啊 現在也是 後人稱良 我們這一代就稱良了啦 對 丹西亞就中樹了 我們稱良了 我是幫助 幫助人家中 其實馬中現在享有這麼好的所謂關係 丹西亞也是出了不少的力了 不然如果不是擔心做橋樑的話 有可能也不容易出城 因為當時手下也是很信任你嘛 你也是這個國鎮的準備秀是吧 對 阿門 大陸 對 阿門 對 阿門 我都沒有 打算 對 阿門